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刚刚上个月才开始实体崇拜 突然间又转回做网上的崇拜 在这里也思想到 其实未来这一阶段的疫情还是很反复 所以我们也要习惯一下这个新的形态 在这个身体形态里面 我们希望没有实体之先 我们都可以和大家在网上live的 即是说在现场直播的 来和大家见面一起的来去敬拜 所以有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 我们都在这里释议当中 希望弟兄姊妹都和我们一起来释议新的疫情 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其实初期教会 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新的形态 和一个新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他们不断的来受迫白 并且是一次比一次严峻的 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 由最初彼得《若汉》被扣查 他们就是被祭司长来警告 他们是不可以再传耶稣的信息 然后就去到《使徒反》 《使徒反》不单只是被人陷害 被人诬告 并且是因为他能够敢于指出当时宗教领袖的罪 更加到最后被私了 被人处决了 从此之后 这个迫白也不单只是去到领袖的层面 也去到弟兄姊妹 去到教会的门徒的中间 今天我们就会去看其中一个主要策划 这些迫白的人搜罗 他的生命的转变 如果疫情里面我们都要这样来到去适应 我们都会代入到当时教会的情况 他们都要适应不同的突然而来的一些的转变 这些的转变带给他们有很多的冲击 但是这些冲击里面他们继续的 来到去依靠神 其中一个他们要适应的转变 就是今天保罗在当中对他们的迫害 但是在这个迫害的里面 虽然人算 但是不如天算 是因为保罗都是被上帝来感动信主 在疫情里面 我发觉很多的弟兄姊妹 当他们面对家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特别是需要入医院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非常担心 因为是不可以去探 如果他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更加令他们非常焦急 今天我想藉着这段经文 来和大家去分享 原来神有祂的心意 神有祂的主权 即使在我们觉得很不适应的过程里面 原来神都是在掌控着 以至于我们都继续 为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去祷告 特别是为到那些 你一直想和祂信主 但是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无办法只来去接触祂 或者你和祂的距离都是远了的时候 但是你仍然挂念着祂的时候 我们就藉着保罗这个转变和经历 来看看究竟又有什么我们可以来做 今天的经文是施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上半节 我会分两段经文和大家来讲解 第一段经文是九章一到第九节 我都会藉着和学本收定版 来跟大家读一读 一次过读一读这段经文 让大家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施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 这样说 扫罗不断用威嚇空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 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国会堂 若是抓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绑到耶路撒冷 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 四面照着他 他就跛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伯我 他说 主啊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伯的耶稣 起来 你应该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们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令他尽了大马士革 他三天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行 也不看 扫罗在这里就继续来到去 迫伯信徒 他不单止在耶路撒冷 来到去迫伯信徒 甚至 圣经说他去到大马士革 这个地方 大马士革就是 罗马统治之下 十个的自治城市 其中的一个 他是位于敘利亚省的 里面 距离耶路撒冷 就大概是 217公里 如果你计算车程就好像今天三个小时的车程 这么远的地方 大马士革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 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聚居 也有几座的会堂 在当中 所以你看到 不是只有一座会堂 甚至不是没有会堂 你知道那里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来到去聚居 苏罗有备而战 他不是一匹夫之勇就冲过去大马士革这个地方 他却是预先跟大祭司来申请了一个拘捕令 以致他可以直接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就捉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 有些是送中的那种意味 苏罗就是大祭司派来的特使 就是奉命来去捉拿信耶稣的犹太人 在这个时候 不单止不可以说耶稣 之前我跟大家说的就是 比德约翰他们被禁止全国耶稣 他们信耶稣没问题的 但现在直接是不可以信耶稣 连信耶稣都犯法 连信耶稣都会被捉拿去到耶路撒冷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 宗教的迫害是全面性的 不单止是宗教的领袖被迫害 信徒都是被拿在监虑 不单止他们不可以去传这个信息 甚至信都不行 信都会被捉拿 这一个是当时教会的新常态 但是在这个新常态的里面 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素罗他将要去到大马士革 去执行这个任务之前 未到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的时候 忽然间他遇到一度的强光 圣经说 这里的强光四面照着他 有些像天使报喜顺的时候 那个情况非常之强的一度的光 不单止只是光 如果只有光 你也可以有很多的解释 自己的幻觉 或者当时是中午来的 所以日头比较晒等等 但是原来还有一把声音 跟素罗来说话的 这把声音 第一句说的就是 你为什么迫害我 完全没有自我介绍的 一说就说 你为什么迫害我 当然 保罗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他的心应该会怯一怯 应该会虚一虚 因为他就是带着这个使命 就是来捉拿信主的犹太人 但无论如何 保罗他不知道 跟他说话的那个是谁 究竟是敌人 还是什么人 所以他就问 他说主啊 你是谁 这里很有趣的 如果他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还在问你是谁 为什么他又叫他做主呢 似乎保罗在这里 他是知道 这个景象 有四面的光照着他 还有声音跟他说话 这个场景 是神跟他显现 或者神的使者 跟他显现一个这样的场景 只不过他不知道 他前面这位的使者 是哪一个 或者他要更加去确认 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使者 等等 所以怀着一个这样的心情 一个这样的状态 保罗就说 主啊 你是谁 这个声音 也都直接的 来到他跟他说 他说 我就是 你所迫害的耶稣 如果我们细心来到他留意的时候 第一句的经文 耶稣和 苏罗讲的时候就是 你为什么迫伯我 而在这里 他又特别来到他自我介绍 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咦 什么保罗 不是迫伯信耶稣的人吗 什么保罗不是迫伯 他不是迫伯耶稣 为什么耶稣说 就是 苏罗是迫伯他呢 这里其实 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 是成为一体 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说 苏罗迫伯他的门徒 就是迫伯耶稣自己 苏罗迫伯教会 就是迫伯耶稣自己 我们的主虽然 升了天 但是 当信徒受苦的时候 耶稣是跟我们一起的 来到去受苦 当保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相信他当时是非常之震撼 因为明明他去 达马士革 是想着为神来到去捉拿 那些信耶稣的人 但是反过来 原来他在逼迫主 逼迫耶稣 逼迫上帝 这个经历 震撼了保罗 以至当我们在史图行传 继续第22章 26章那里 保罗再一次 重复又重复 在地上去提回 他这一个经历 怎样来到去激励他 怎样神再一次 来到去重用他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也都不断的来到去提 他怎样被神来到去改变 以至神继续的 来到去使用他 他是一个 多么不配的人 以至上帝都继续的 来到去重用他 这次的经历 之所以 这么震撼 扫罗 是因为 第一 是耶稣主动的 向他去显然 他从来没有想过 耶稣会这样 在一个这么突然的方式 主动的 向他 来到去显然 这个是神主动的 来到去拯救他 第二 就是 当耶稣 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 我相信 保罗当时 是 吓得脚都远了 原来他做了这么多坏事 现在才知道 但是 耶稣 接着就没有 叫他去赔偿任何的东西 没有 懲罚他 一句都没有 他只是 告诉保罗 你 继续 进去城里面 有人会叫你 做什么 你就继续做 耶稣在这里 既往不咎 没有惩罚他 所做任何的错 这个是 保罗会觉得 震撼的 第二方面 而第三方面 不单止 耶稣既往不咎 耶稣 并且 是 给一个新的使命 和人生的方向 给他 之前他带着的 是 从大祭司而来的 那封信 就是要去捉拿 大马时格的犹太人 信主的犹太人 现在在路途上面 神改变了他人生 整体的方向 不过 这个方向 在那一刻 他里面 保罗 是还未知道的 因为神跟他说 叫他入城 入城里面 自然会有人 跟你说 在这里 神给我们看到 虽然 保罗 信耶稣 是因为上帝 直接的 来到去 向他显然 以至他 改变了 他对上帝的 看法 以至他 信了耶稣 但是原来 神同样的 是使用其他的门徒 成为保罗的帮助 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 你会看到 当时保罗 眼睛是看不到东西 他需要人扶着他 需要人带着他 进到城里面 你想想 保罗一开始 踏上 去大马时格 这个路程上面的时候 其实他是非常之勇猛 他非常之有架势 因为他是带着 大祭司的信 来到去通缉 拘捕 那些信主的 犹太人 但是在这一刻 他当然 见完 耶稣 显然之后 他的心情 我相信 是非常之低落 他的身体 也都是 很有限制 他需要人 继续的 来到去 帮助他 一个 几强的人 他都需要 身边的人 来到去 帮助他 我们就继续来到去看看 究竟神又使用一个什么人 来到去帮助保罗 今天 虽然你未必是保罗 去经历 这么奇特的经历 但是 可能神都使用你 来到去帮助 一些有需要的人 信耶稣 可能你帮助的 是下一个的保罗 都未定的 我们继续来到去看看 第九章 十 至到十九节 上半节 我们一起来到去 读一读这段的经文 那时 大马时隔 有一个门徒 名叫阿拉利亚 主在异像中 对他说 阿拉利亚 他说 主啊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那叫 直佳的路去 在犹大的家里 找一个大素人 名叫素罗 他正在讨告 在异像中 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 阿拉利亚 尽来为他按手 让他能再得罕见 阿拉利亚回答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 说这个人 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虎待你的信徒 你的信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 掌得来的权兵 要捆绑 一切 求告 理名的人 主对他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 简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 君王 何以色列人 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受 许多的苦难 阿拉利亚 他就去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 素罗身上 说 素罗弟兄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然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再看得见 又被圣灵充满 素罗的眼睛 上立刻 好象有轮 一般的东西 掉下来 他就能再看得见 于是他起来 受了洗 吃过饭 体力就恢复了 耶稣不仅是 向素罗显然的 他同时 亦都向大马士革的 一位信徒 阿拉利亚显然 阿拉利亚在这段经文里面 没有多的资料 来去介绍 究竟他是哪一个 但是当我们看回 22章的经文的时候 那里特别 是保罗来提到 阿拉利亚 他是一个 很虔诚的犹太信徒 他也是很得到 其他信徒的拥大 一个虔诚的人 这个就是阿拉利亚 神给阿拉利亚的吩咐 很清楚 吩咐就是 因为 起来往那叫 直街的路去 在犹大的家里 去找一个大素人 名叫素罗 他正在讨告 在异像中 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阿拉利亚 尽来为他按手 让他能在 看得见 神给阿拉利亚的吩咐 很清楚 时间 是现在 因为神吩咐他 起来 就立刻要去做的事 时间是即刻 地点是什么呢 直街 由大得家 地址也写得很清楚 只有一个地址而已 目标人物是什么呢 大素人 素罗 亦都是非常具体清楚 这个是全名 然后 他的行动是做什么 为他按手 让他能在汗得见 每一样东西都清清楚楚 阿拉利亚听到之后 他心里面觉得 不妙不妙 他就追问耶稣 他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 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虎待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掌得来的权兵 要绑架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哇 你听我读这段经文 你就知道 阿拉利亚当时 在这里震 主耶稣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谁来的 出名的 这个人出名 就是折磨你的人 全部都是你的圣徒 是求告你名的人 他现在还拿正牌 有大祭司列尼的权兵 做什么呢 去拘捕你的人 你还叫我去医他 有没有搞错 医回他 那我们就玩完了 我们就有难 这个是阿拉利亚当时 心里面的疑问 和心里面的恐惧 阿拉利亚一方面 他对耶稣的吩咐 有些莫名其妙 有没有搞错 叫我去救一个敌人 救一个迫白我们的人 有没有搞错 另一方面 可能他心里面都在想 就是说 如果我去帮扫罗的时候 其他信主的犹太人 怎么会怎么看我 我便变成了 跟他是同党 怎么办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很多人都会认识我的 我在犹太人当中 我是虔诚的人 我是对主很忠心的 我怎么会帮敌人呢 耶稣 马上对阿拉利亚的回应 很直接 他说 你只管去 意思就是 不要问这么多东西 你只管去 叫你去去吧 当然 耶稣也有解释 他说 他是我所简算的器名 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命 我以指示他 为我的命 必受许多的苦难 哦 原来上帝 你是有心意 虽然我不明白 我有很多的顾虑 但是 原来 上帝的道路 耶稣基督的道路 是高过我的道路 我以为他没得救 我以为他来逼迫我 怎知道 原来上帝已经 将他拯救了 只不过我去 将一个消息 告诉他 他要做些什么 原来是这样 阿拉利亚的顾虑 给耶稣的回应 一掃而空 耶稣给阿拉利亚知道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简选 素罗的信主 是上帝的简选 他日后的使命 都是上帝要他走的一条路 其实 阿拉利亚同样 也是耶稣简选他 对素罗去传递 是神心意的弃命 今天 你身边的人 未信主 可能你都用很多的方式 继续的 来为他祈祷 在这里我鼓励大家 不要放弃 神会使用你 你也会成为 有一天 当你身边的人信主的时候 你就是上帝使用的 那个弃命 神会继续来使用我们 我们不是每一个都像素罗那样 要去君王的面前 讲见证 要在犹太人的面前 来到去 争辩 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 这么有大的 一个使命都好 但是原来阿拉利亚 他就是将这个的使命 很忠实的来到 传递给保罗的时候 这个就是阿拉利亚的使命 不是每个都可以做到保罗 但是今天 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成为阿拉利亚 你一定能够 可以将上帝的心意 来到他 向身边的人来传开 即使可能他那一刻 未必有一个 很正面的反应 也好 想起我信主之前 有一位很好的同学 他患了血癌 他临终前 就信了主 他当时 信主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封信 当时是因为要隔离 所以我不是 我不是很多时候 可以探到他 或者基本上是探不到探的时候 都是隔着门来探 所以我们是用书信 来来往 他信了之后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开头第一句就说 我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布 我已经成为基督徒 这句话当时 令到我好震撼 也很好奇 信耶稣有什么这么厉害 要向全世界人宣布 这么紧要 你结婚或者生日 都不会这样 来到他向全世界人宣布 接着他就提到 在他大学里面 曾经有不同的基督徒 来去挑战他 反过来 也是他去挑战 不同的基督徒 所以他在大学里面 他没有信到耶稣 直到有一晚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向神发出了第一句祈祷 他当时 其实不是很认真的 他这样说 他说 如果你是真的 请你 显明给我看 是一句说话而已 好像跟空气说 他心里面就说 就算 没什么回应 我也没所谓 没人知道 我心里面自己说而已 但是 当他说完这句说话之后 他的心 就感受到 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 然后第二天 当他起回身的时候 睡醒的时候 他形容他自己 忽然对基督教很有兴趣 接着他就信了主 当时我还没信主 我是信天道 天道也拜耶稣 虽然他拜了其他东西 耶稣也拜了在内 但是 天道是不会讲圣经的 所以我从来 不是在天道的里面 在圣经的里面 来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是我反而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 在那里来认识的 天道里面 是不会讲圣经的 我和一位好朋友 在他病的过程里面 就是在辩论 我就说 天道怎么好 怎么好 你回回头 去信天道 他就说 不是的 耶稣基督 天道 他当时 说服不了我 我当时 也说服不了他 直至有一晚 我看到 哥哥和 外地 寄来的 有关耶稣 回来 会再回来的 一些小财子 心里面 我自己忽然间 对耶稣 充满了信心 当时我走出露台 那里 看着七黑的天空 心里面突然间 有把声音 跟我说 我爱你 当时我知道 这位是耶稣 于是我心里面 也不由自主 去回应 耶稣 我说 我愿意接受耶稣 基督 成为我一生里面 唯一的救主 因为 以前 我都叫做信耶稣 因为 在天道里面 都拜了耶稣 不过 拜了很多 这样的意思 拜了很多其他 满天神佛 这样的意思 但是 由那时候开始 我就离开了天道 只是 信耶稣 一个人 可以说 这位朋友 他 是启发了我 来到 去 认识 耶稣 一个很重要的人 但是 可惜的是 当时他已经 安息 主怀 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 他跟我一起 来到去谈的 那些过程里面 虽然当时 他说服不了我 但是 就是将这粒的种子 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刚才我都说 这位好朋友 他之所以信主 除了他自己 同神祈祷之外 原来当时 医院里面 也有一位的护士 一直的 来到他 向他传福音 但是 他一直的 拒绝 直到当他 信了耶稣之后 他 他 写了封信 给这个的 护士 他多谢 这位的护士 那封信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多谢你 涉而不舍地 向我这块 环石 传福音 现在我可以 向你说 环石 点头链 这位护士 很感动 他将这封信 出版了 变成 一些的见证 让人 看到 上帝 的 恩典 当我看回 自己的经历 当我看回 我这个同学的经历 我发觉 没错 我们各自都有 上帝 好像直接 在我们心里面 跟我们去说 以致我们 那一刻 就决志信耶稣 但是 更加重要的 原来我们身边 都有一些人 他在一个 很突然 不是预计的情况下 有意无意之间 他就是分享 他的见证 让我心里面 留下了一些 很重要的信息 来去啟發我 继续的 来到去寻找 这个信仰 原来 我身边 都有 很多 阿拉利亚 今天 可能你不是 保罗 或者你自己都觉得 我不会有保罗 这些经历 当然这个没有人知道 只是上帝才知道 但是 你必定可以成为 阿拉利亚 让身边的人 来到去 认识主 就让神 给你的感动 按照着 你所能够做到的 向身边的人 继续的 来到去传讲 神的信息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一方面看到 神绝对的主权 即使保罗 他多么敌党 即基督徒也好 在 大马士革的路上 他看到光 他听到这把声音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迫白的是耶稣 那一刻 他知道 上帝 仍然在掌管 他的生命 上帝没有向他算账 上帝做一次的 来给他一个 新的使命 这个是 保罗生命 那个的改变 是完全掌握在 上帝的手里面 但是耶稣基督 他没有直接 把所有的东西 都告诉他 给 扫罗 来到去 知道 他让 亚拉尼亚参与 在 保罗 这个 使命的 角色里面 亚拉尼亚成为 一个 传递 保罗 使命 一个 很重要的 见证人 一个 很忠心 神使用 的 仆人 所以在 这个时候 我们也藉着 祷告 我们也继续 为我们身边 特别是 如果在疫情里面 你很记挂着一些人 你不能够 经常去接触他 可能那个是你的亲人 都没有 或者那个人 他是现在 在一些 医院里面 在老人中心里面 你是没办法 只好 接触到他 跟他传福音 但是你一直 记挂着他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都想有些空间 大家来到 去为他们 来到 去祷告 神 掌管一切 但神同时 都会使用你 你可以继续 来到 去看看 神又怎么样 来到 去使用你 好像 神使用 阿拉尼亚 一样 只要我们 中心来到 去回应的时候 神迹 也都会 发生的 我们一起 在这个时间里面 有一些 安静的 祷告的 时间 首先 在疫情的 里面 你有没有想起 身边 未信主的人 但是 因为疫情的 缘故 你是 比较少 机会 或者 很难 来到 去接触 他 请你在 在这个时间里面 都为他 来到 去 祷告 求主 来到 去 联盟 因为我们 知道 神有 绝对的 主权 即使 保罗 敌党 神 神都 可以 使他 来到 再一次 回转 来到 去 相信 他 在这个时间 都让半分钟 在座位里面 你可以 想一想 有没有这些人 来 开名的 来 为他 去 祷告 祝福 跟着,虽然在疫情里面 可能你对他的接触是少了 或者非常之困难 但我相信上帝总有他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都来到求问上帝 他可以怎样来到使用你 做一次去关心这位的对象 让他在这一刻里面 他都能够借着你 去认识上帝 可能是你对他一个的问候 一个的电话 一个的WhatsApp 可能你寄一些心意 一些小礼物给他 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他都少了去接触身边的人的缘故 当他收到你这些讯息的时候 可能他都会神藉着这些方式 让他感受到上帝爱他 求主来到他使用 也都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在座位里面安静的时候 去祷告 看看上帝 怎样来到他感动你 来到他接触他 因为我们也有小小的时间 安静来到他祷告 亲爱的主耶 他都能够认识你 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他敬拜你 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恩恬 亦是你既往不救 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过错 是你自己亲自为我们 在十字架上流出补血 你为我们死 承担了罪的后果 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据 来到你自己私隐补作的面前 求主也继续来到去看顾 特别是刚才我们在安静的里面 去提到的 我们所关心的 但仍然未信你的人 求主也是私恩联盟他们 也都求主来到去使用我们 我们怎样能够 虽然在疫情的底下 有很多的限制 仍然能够将自己的爱 来到去传递 因为爱是无限制的 让我们更加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更加知道 如何将你自己的道 来到去传开 不是用过去 我们面对面的方式 但是由你自己 性灵亲自的来到去感动我们 以致无论在任何的环境 好像初期教会 他们面对严峻的迫伯都好 上帝你的恩典 你的主权 你的能力 你的爱 是不受限制 在这个时间 也同样让我们去经历 在疫情底下 这个 可能我们都需要继续 来到去习惯 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 也都需要继续习惯 在这个有限制的环境底下 怎样能够让你有爱 去流通 主求你帮助我们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旧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字 祈求 那么 总部 比赛以上 病毒 是 继续 没有 必 werk 经历 在祈祷 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